反正你就是在F到I欄自己練習一下 然後你就是用LUDGE給範圍第幾大 第3大 這樣的話就第3 然後另外的話 SMALL的話你也可以插入環數 用那個統計類裡面的SMALL開頭的 所以SMALL裡面的話找到那個SMALL 然後給一個範圍 範圍的話就公知這個範圍 然後輸入3的話他就倒數第3 把那個倒數第3的幫我找出來 他就找到了32300 那另外後面我們可以假設啦 我希望有點像排序 排序部分的話就是工資多的到少的 多的到少的 那如果說我今天不是要你用那個什麼 你想說第一個我先工資裡面把資料排序一下 排完序之後複製貼過來 當然我不是要你這樣做 我希望你不要複製貼上 因為你畢竟還是要就是滑鼠鍵盤 我希望你如果不要用滑鼠鍵盤 而是用什麼用函數喔 那函數如果大的到小的 那你可以用什麼 剛剛提過那個最近使用過LUNCH LUNCH裡面有沒有 那如果說我範圍一樣是工資 K的話那如果我大到小 我是123456一直往下對不對 那不就K自動抓 也就K的值呢 如果可以變動 那變動的條件是什麼 往下拉的時候 它會自動加1 可是你怎麼樣自動加1呢 所以這個時候你可能要學會另外的函數 如果你向下拉會自動加1的話 記得向下加應該是增加什麼呢 增加一個列有沒有 列號會加1 所以你們做這個之前 你可以先插入 再學一個 檢視與參照 剛好下一個單元 裡面會用到一個很重要的函數 叫Raw Raw有沒有 Raw就是列嘛 對不對 列按確定之後的話 你再按確定 不要給任何引數 那你會發現Raw向下 這個時候有沒有發現 2到10 可是問題我要1到9 因為裡面剛好9個人嘛 那怎麼辦呢 其實很簡單 把Raw怎麼樣 減1 對 減1嘛 打個勾 向下填滿 它就是1到9 所以利用這樣的方式 我們剛剛不是Ludge K裡面你就把它放什麼 Raw減1就好了 就OK了 那所以我們做一次 Raw減1 你可以把Raw減1 先做完 然後把Raw減1減下來 再插入 剛剛用過的 最近使用過Ludge Ludge裡面的話 一樣給範圍 公知這個範圍 把Raw減1 把它放到K裡面 那它會先抓到1 按確定之後 向下填滿 那你會發現 它就會幫我把油 多到少 不過呢 因為這個範圍要固定 所以記得把B2跟B10 按一個F4 把這個範圍鎖起來之後 再向下填滿 其實只要鎖列就好了 我習慣還是鎖列就好了 打個勾 向下填滿 那你會發現呢 這個時候呢 薪資就由大到小了 完全不需要排序 OK 所以以後啊 如果你以後 這個排序不方便使用的話 我還是建議用這個方法 而且排序有時候會把資料弄亂 反而更麻煩 你用Large就可以 如果少到多的話 那道理一樣嘛 你可以怎麼樣 把剛剛的這個範圍 其實改一下 Large 把Large 改成Small不就好了 所以一樣的公式 把它貼過來 把Large 改成Small的話 那它就是由 本來是由大到小 由多的到少的 那你如果把它改成Small的話 OK 然後呢 其實也是Raw解1 因為最少的 欸 向下填滿 那你會發現 剛剛好 就是由 由少到多 就排序了 有沒有 所以其實這一招的話 是不需要重新排序的 它會自動幫你排列 那可不可以連前面的 進你一起 加過來嗎 沒辦法 沒辦法 因為它排序的時候呢 它只會排工資部分 所以如果你要讓它一起帶過來的話 那可能你就是要再利用那個 查詢函數 去把它的前面的東西查過來 但這裡用VILLE函數也不行 用VILLE函數也不行 因為VILLE函數一定是查第一欄 除非你要把工資跟姓名顛倒一下 所以如果你要查詢函數查的話 可能要用Index配合那個叫Match函數 因為你如果第一欄 不是你要查的 而且還有一個問題 如果工資一樣的話 那你可能會查錯 OK 所以當然函數有自己的那個部分 所以如果你用函數找問題 就是要解決問題的話 還要想說 某些函數有哪些限制 像那個減數以參照下一個單位會講VILLE函數 也會講到Index 也會講到那個Match 所以這些如果你都會用的話 以後查詢料就簡單多了 那再來的話 前後三名怎麼做 其實就剛剛講的嘛 第一個 我們已經知道前三名了 所以你其實可以把前三名的這個公式 把它複製一下 複製之後取消 為什麼我需要複製呢 因為我待會要Sumif 那先做那個前三名的 再做後三名的 那前三名怎麼做呢 Sumif 它的Range呢 指的是它要查詢的工資範圍 就是這個範圍 工資的範圍 Criteria是什麼呢 條件是大於等於那個Large 第三的 特別趣哦 所以呢 記得Criteria裡面一定是個文字 所以你一定要先給一個文字 開頭 大於等於 後面再加一個文字結束 那特別注意 等一下我們要把那個Large那個公式貼過來 可是問題來了 Large那個公式貼過來的話 它必須要跟字串在一起 因為Criteria裡面只能放一個文字 它貼過來的東西是個公式 所以怎麼辦呢 記得要什麼 串接 串接什麼呢 Large的公式 串到後面 這樣子串完之後呢 才會是它合法的結果 對不對 你不能直接大於等於Large 不行 一定要是一個字串 然後呢 那這個原理原則也是大概就是Large所帶過來的東西 其實它是一個數字 是什麼 37400嘛對不對 如果說你要跟前面這個字串 串接的話 必須用一個and符號 那它遇到and符號呢 自動會在它的那個數字 就是前後會自動加那個雙影號 就是把數字先轉成文字 才能夠跟大於等於串接喔 不然的話不能串喔 數字跟文字不同的東西喔 你不能直接串喔 那它因為它遇到and符號 所以自動幫你轉成文字 再串在一起 串在一起之後的話呢 那各位可以看到喔 後面這邊顯示就是我們要的有沒有 大於等於37400的結果 幫我得加起來 所以這邊的話呢 那再來的話SumRange 其實SumRange你可以再選一次工資啦 不過如果Range跟SumRange是一樣的話 那其實SumIf有一個做法 就是你可以省略 因為同一個嘛 同一個幹嘛做兩次 所以你可以再做一次啦 或者你覺得太麻煩了 多一個你就不要做 因為它判斷的範圍 跟加總的範圍同一個 那SumRange可以省略 按確定 好 這個時候的話呢 我們已經把那個前三名的工資加起來了 123 因為它大於等於第三嘛 那就123 全部都加起來了 那後三的話呢 其實喔 對 因為這邊當然你如果不能用貨啦 其實如果快天曜裡面有資源貨的邏輯的話 那就喔就好 可是它沒有啊 我們剛好試過 所以呢我們怎麼辦呢 直接把這個公式一樣複製嘛 複製之後的話呢 其實後面再一個加號嘛 加什麼 貼上後三名的 那其實很簡單嘛 先把那個 大於等於改成什麼 小於等於 然後呢 把L extracted改成什麼 改成smo 有沒有 小於等於 倒數第三的 那就是倒數第三 倒數第二 倒數第一 通行幫我加起來就比較後三 前三加後三 那就前後三啦 OK應該可以懂那個邏輯吧 所以這邊的話呢,把這個LARGE改成SMAL 打個勾,OK 結果應該就會完成 就是二十萬六千五百 答案是這樣子 請各位試一下喔 這部分應該可以理解啦,只是多學了幾個函數 第一個LARGE 第二個SMAL 這些其實還蠻重要的 其實以後如果你要去做那個 某範圍資料的 排序 的話 用這種其實還蠻快的 另外呢,我要把資料重新排序 你可以再配合RAW環數 有沒有,RAW的話就是 向下拉,它自動加1,自動加1 那以後還有一個COLUM 有沒有,COLUM也是一樣 向右它就 沒藍 它一個COLUM是抓藍 RAW是抓裂 這兩個其實還蠻重要的 這兩個如果會用的話 可以做出很多的變化 OK,這些函數其實都相當的重要 所以請各位先試一下 把那個前後 三名工資總和先做出來 做完之後的話 當然一樣 再把這個工作表 複製一下 把它改成什麼 改成VBA VBA 其實可不可以改 可以啦 只是說呢 這個做法又不太一樣 有沒有看 這個地方 在講義裡面我好像沒有 沒有寫到VBA 因為這個地方 有點難度 那 不過還是有方法 也許 在講義裡面的那個101頁 裡面其實也有 這個顏色 那個 接觸不良 可能沒差 OK 在101頁裡面也有 所以請各位試一下 不過這裡我是沒有寫到VBA 不過其實可能不能用VBA 可以啦 只是說呢 會有個問題 什麼問題 VBA裡面 沒有 可以取代 3米幅的函數 沒有可以取代 那可是問題啦 沒有可以取代 那我用VBA怎麼辦 對 所以後來我想了一個方法 如果VBA裡面沒有3米幅的函數 E-Sale裡面有 這個函數的話 那我一個方法 我可以怎麼樣 直接 在VBA裡面 去調用什麼 E-Sale裡面函數 在 VBA裡面使用 不就好了 E-Sale裡面有 250幾個函數啊 如果 有些地方 因為 VBA裡面的函數 有150幾個 相較之下 要少了很多啊 那如果可以直接 取用 E-Sale的函數 來做 我們要的那個 動作的話 那不是 省掉很多麻煩 所以待會 就可以思考一下 要怎麼樣可以直接 從VBA 去調用 那個 E-Sale裡面的函數 就可以直接 把問題解決 不過要怎麼做啦 我想 請各位先試著 把那個 講義裡面的 101頁 就是 前後3米的部分 先試著做做看 那這裡的話呢 我們又 多講了 三個函數 Large Small 跟Row 這三個函數 把這個問題解決 EBA部分待會兒 我們再來看 我們來看